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我们刚才介绍了85年次的方浩泉 他在家族的绿桑食堂的旁边 开了一个奥地利的小面包儿的餐厅 来实践自己学习餐饮的这样的一个 生涯的转变 从学大体型到餐饮八年级生 我们今天在现场 我刚才开玩笑说 我们的来宾的平均年龄是20岁以下 好 可是大家的心情其实还蛮沉重的 特别是我身为一位大人 看到年轻的学生 他们为了自己的学校的受教权之外 他们也其实多多少少 而且非常严肃的面对一个尊严问题 那昨天在台湾大学所发生的这个所有的一切 对于我们的政治人物 或是对于教育界人士来讲 应该是感觉到非常惭愧的 我们请到了两位年轻人 他是在我左边的是台湾大学的学生会的会长 林燕廷 艳典长 柯姐好 大家好 好非常谢谢 另外为各位介绍的是学生会的福利部的部长 何卫慈 卫慈好 柯姐好 大家好 非常谢谢两位 他们两位都是台大法律系三年级的同学 我要非常慎重的说 他们两位是台大法律系的在学的学生 他们是总统的学弟 他们是柯文哲市长的学弟 这个地方叫做台湾大学 最近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其实不论从教育面 从政治面 从社会面 从文化传承面 从世代的交替面看 其实都是一个令人沉重的议题 这个议题是昨天台湾大学的学生抗议之下 由于一个充满了同战色彩的电视节目 终于被迫取消 而这些台湾大学的学生在网络上面被欢呼 但是他们居然在校外 被同样是台湾人的 我们的年长的人士给痛打 其中一位是历史系的同学 他还骨折住院 这是怎么一回事 来龙去末到底是怎样的 台北市政府究竟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柯文哲市长 你的内心如何面对 以及你的市政府如何来回应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题目 等一下我们要请两位台大的同学 跟我们把来龙去末讲清楚 然后我们要跟政治人物跟教育界的台大的校方 甚至于教育部来提出他们年轻的呐喊 今天在苹果日报上的头条跟自由时报其实也是头条 就是台大声建雪统派施暴 中国新歌声借校地的场惹议 昨天台湾大学同学的抗议导致了统战色彩非常浓厚的一个节目 临时取消 那究竟过程是如何的 台湾大学的会长 以及他们的福利部的部长 两位台大法律系的同学在现场 听众朋友 我自己身为一位政治新闻工作者 对于我们的台大跟我们的台北市政府 对于我们的教育部 我觉得实在是觉得情何以堪的难过 我们希望台北市政府等一下给我们一个答案 从昨天开始 我们希望台北市政府能够回应到现在为止 他们还没有派出人来上我们的节目 8点13分04秒 我是周玉寇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各位所介绍的两位 他们是台大的学生会的会长林彦廷 在我的左边 学生会的福利部长何卫茨 今天的报纸上面 我们在脸书上面也可以看到 是有非常大的这个苹果日报的头条 是台大声见血统派施暴 那自由时报也说 抗议中国节目台大声被打见血 白狼之子在场 我们的脸书上面呢 现在也给大家来直播 那两位同学呢 是这个在现场的 彦廷是学生会的会长 刚刚才 你们是新一任的会长吗 对不对 是我们从八月开始接任 你现在是台大法律系 三年级 三年级 刚刚升三年级 是 那福利部长 魏茨是 也是法律系三年级 所以你们也是这个 对 这一届的学生会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我简单跟寇姐报告一下 其实是从这个礼拜二的时候 也就是九月十九号的时候 我们的体育老师跟同学 到了我们的台大田径场 突然发现奇怪 台大田径场怎么外面 立了一块告示板 说要配合台北市 台北市文化局所举办的活动 所以必须要封闭一周 封闭到下个礼拜一 也就是今天为止 那这个时候因为通常过去 只要台大田径场在外界的时候 都会有这个提前 跟所有的师生做预告 那事实上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有访问过许多的体育老师 在台大是前所未见的 那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事实上占用到 所有上体育课师生的权益 以及包含我们的田径校队 足球校队 橄榄球校队 这些校队 原本练习的场地 都没有办法做使用 那事实上九月十九号的当天晚上 就有田径校队的同学发现说 他们平常在练习的跑道 也就是在台大田径场上面的跑道 出现了两道凹痕 两道横跨这个所有跑道 大概二十公尺长的凹痕 那事实上呢 台大田径场这个跑道呢 在今年四月的时候 恰恰好是为了要全大运 五月的全大运 特别花了3380万 去整建出来的一个国家级的赛道 那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凹陷 让原本国际认证的赛道 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认证资格 那为什么呢 经过我们了解之后才发现说 原来台大的校方把田径厂 外借给商业单位 那也就是后来到现在的 这个中国新歌声的这样一个节目 那其实原本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它其实非常的单纯 原因就是因为 它是一个学权的事件嘛 它是学生上课的权益 因为校方要把场地出界 为了校方可能要获得租金等等 所以使得原本同学上课的权益受损 所以在当日呢 19号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求说 校方应该要尽速发布声明 在21号发布声明 那校方在21号下午4点20分的时候呢 就发布了一个大概100字左右的 第一点是道歉 不好意思 第二点是说 好会修复支援状 那其实本来就应该修复支援状 这个优将等于没想要 第三点的意思就是说 好未来体育室将配合学校大型活动场地租界 行政流程及管控机制办理 换言之 这一次的案子是不是没有经过 学校的场地租界办法管理呢 那事实上我们又去特别看到了 其实在国立台湾大学 校总区运动场馆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 它的第二条就告诉我们 所有的田径场 包括像是我们的新体育馆 包括像是我们的这一个旧体育馆等等 所有体育场馆的优先使用顺序 第一个应该要是体育教学研究 就像体育课的同学 这当然是优先的一个学校里面 第二个部分的话 是本校运动代表队的训练 白话文就是校队 练习是第二个顺位 第三个顺位才是本校合可之活动 换言之其实这种外界的活动 就是合可的活动 那它的顺位不应该是在 第一个跟第二个之前吗 那所以事实上我们认为说 它是有违法的疑虑的 所以在礼拜五的时候呢 我们就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因为事实上这件事情 校方并没有给我们很明确的回复 甚至是有点希望说 就这样抱歉一下过去 那我们希望让社会大众看到说 这个事情事实上 如果未来都是以这个方式来协调的话 那是不是台大的 同学体育的场地使用权益 会不断不断的受损 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有邀请到文化局 这个文创科的科长 以及我们体育师的主任来进行说明 那事实上在整个说明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发现有几个蛮算是荒谬的地方 至少有四个不知道的地方 第一个不知道 其实是这整个活动的过程里面 台大的师生是完全不知道的 台大师生刚刚有跟大家报告 是在19号封闭的当天 大家看到告示牌才知道 换言之其实学校直至今天 已经礼拜一为止 校方从来没有进行 这个譬如说全校信的一个发送 发送到所有台大同学的email里面 没有做到 那老师也不知道 老师只有在19号的时候 收到体育室寄来的信件 说尽请老师配合办理 那原本要上体育课的同学 要到另外的场地去上 这是第一个台大师生不知道 第二个事实上是 校方的出介单位不知道 这个事实上我们觉得比较吊诡的 因为其实从这个台大的一个体育场地的 一个行政程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要合章的包含有体育师的主任 包含有体育师场地组的组长 但事实上在这个22号 在做这个讨论的时候呢 这个校方告诉我们说 其实他们原本以为主办单位是文化局 没想到是一个外包的一个 木杰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文化局是说本来是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校方是这样 校方一直以为他们是主办单位 没想到他们是协办单位 这个有一个签约书啊 签约书不是体育室主任什么都有签章吗 是的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询问的时候 体育室主任说 他居然不知道 那我们事实上是非常好奇的 同时他也不知道说 这样子的一个礼拜的借用 会影响到学生上课的权益 他表示是他个人的一个行政属实 这上面这上面不是都写了吗 是中国新歌声上海台北音乐节 对不对 因为他里面其实有一些人的个资啦 我有点不好意思 有个资的部分 签章部分 第三个部分事实上是更吊诡的 台北市文化局自己居然也不知道 在当日的那个记者会上 刚刚有提到这位文创科的吴俊明科长 他就说原先不知道中国新歌声要办在台大 而且是在开学期间 那他讲完了之后 他就说其实他也觉得不太妥当 那表示非常遗憾 那会做相关的后续的行政协处 他是这么表示的 那第四个部分其实是 主办单位有很多很多事情不知道 因为其实我们从一般体育场 我们外界的算是一个 common sense 就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我们都会了解说 我就直接秀出这个 譬如说行政院的体育委员会 国家体育场地 场地设施设备使用 申请及审核要点 他一定会告诉我们说 譬如说要在施工 田径场内要搭设舞台 或架设其他设施 应该铺设保护店 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基本常识 因为草地一定会受损 那田径场场地各种车辆不得进入 这也是理所当然 这么高盾位的一个车辆 开到一般是人跑的跑道上面 那一定会造成跑道受损 那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 而且事实上 这一次中国新歌声的观众席 它是设在这一个 我们台大的田径场中间的草皮上面 也就是平常足球队跟橄榄球队 在练习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就询问他说 是不是要比照一般的这个运动场地 在出界的时候 事实上会铺设这个透气性的护层 免得去压坏 直接压死草皮 那他们跟我们表示说 没有关系 反正原本预计三四千人的活动 在上面看 然后吃喝饮料等等 其实就跟在上面踢足球 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不会有破坏到场地的问题 所以事实上 这整个活动大概是有四个不知道 所以演变到这个昨天 事实上 这个有一些台大学生的这个 承抗行动 它不是台大学生会所发起的 你们只是开了记者会 礼拜五 然后 我们是开了记者会 然后很多同学发现 发现这件事 因为发现说这件事情越 太扯了 越来越扯 超出我们原本理解的一个 行政单位的荒谬了 城市 太荒谬了 校方是迟迟不回应 从礼拜二把这件事情爆出来 到现在校方实在是没有 就一直到前没有把 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 所以很多同学其实也看不下去 所以这些同学都是 昨天就发生了 到现场去抗议 然后使得这个现场就 那个活动就取消 因为这个刚才 我们在现场请到的是 台大的学生会的会长林燕廷 跟学生会的福利部长何卫茨 昨天这个是前面这个燕廷 告诉我们礼拜二 你们发现你们田径场 居然被初借出去了 然后你们才了解 原来是一个商演活动 而且这个商演活动是 浙江电视台办的一个歌唱活动 叫中国新歌声 它是双城论坛之后的后续活动 是不是 那文化局的文创科长说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举办的地点 然后也不知道举办的实践 是在开学中 是吗 还是他们好像有印出来一个海报 是啊 没错 所以这也是 然后你们台大呢 重要的人到现在也没出面 直到昨天就是真的已经 发生流血事件 对然后校方才在昨天晚上五点 傍晚五点半才召开记者会 这是校方体育室主任 是之前都是一直道歉 然后校长秘书是在昨天才正式出面 从礼拜二到礼拜 昨天是礼拜天的时间 校长秘书是完全没有 校长主任秘书是完全没有出现 现在你们学校刚好没校长是吧 我们现在学校是 因为杨半石校长是代理校长 我们是张庆锐 杨半石校长他请辞嘛 是的 他任其道 他就不训任 所以新校长还没有出来 这个因为我不是台大毕业的 我们不是台大毕业人 对台大特别尊敬 台大的法律系两位年轻人 他们大概今年也才二十出头吧 这个林彦廷跟何卫子 所以你们发觉不对劲 然后召开记者会 这是礼拜五 我记得我有看到 你们在网络上的报道 那个时候陈维廷跟黄国昌 他们也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他们发现这是中国新歌声 就是一个统战性的电视节目 所以他们提出批判 甚至于说文化剧有补助 他们来办理这个活动 台湾大学还出租 还收钱 收了六十五万 你们学校是因为收了这个钱吗 他后来的解释有什么 那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是这个部分可能要这个先回应一下 就是这个文化局的官方稿 文化局的回应稿 他是说没有编列相关预算支印 仅以行政协助支援本活动 那看来我们就姑且相信 这个文化局应该是没有出钱 好 那这个刚刚扣姐提到之说 台大在初届这一次的场地 一共七天的时间 总共是跟他们收了这个 六十五万五千八百元的一个 场地租借费用 但是场地租借费用 姑且也割下一谈 事实上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件 比较奇怪的事情 因为在刚刚运动场馆的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里面 有提到是说 事实上校外单位在租借的时候 他的保证金应该是要 场地使用费用的两倍 换言之 在六十五万的一个场地费用情况底下 他的保证金应该要缴一百三十万 那为什么会引起一个非常大的纷争 其实未必是这个 包括像统读的因素是主要 反而是学生一直认为说 学生争权益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地方 因为保证金二十万元的情况底下 那这个承办的厂商 他需要去修复吗 他保证金的额度这么小的情况底下 再加上事实上 同学对于校内的一个操场 的一个爱护或者是爱惜 其实是不一般的 原因是因为 通常我们在台大学生在田径场里面骑脚踏车 甚至是有行动不便的同学 他在推轮椅经过田径场的时候 校方都会嗶嗶 同学请请离开 但这一次我们看到说 轿车居然可以开上去 这个施工的这个小山猫 这个拖高车可以堆上 可以开上去 那事实上我们就会觉得说 这个有点像是 只许周冠放火 不惜百姓点灯 那所以这次同学才会在体育场地的部分有这么样子的一个热烈的反应 所以昨天你们 就说有很多台大同学 他带着标语说还我操场 这个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礼拜五开了一个记者会 然后你们台大校方就就由这个体育室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 然后文化局的文创科长说他完全事先不知道 对不对 那到昨天居然有同学会被打伤 而且现在是骨折住院 这个来龙去莫又是怎么回事呢 请福利部的何位子 是是是 礼拜天的活动其实是在礼拜六晚上就有几位同学 我就说这个是同学自发性的去发信 因为校方其实不回应 很多同学其实都看不下去 对不起我插嘴一下 你们那天开了记者会之后 在校方同学里面就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跟不满 是是是大论就是把不合理的事情全部讲出来 但是校方还是不愿意出来回应 你们本来希望怎样 希望他们把这个活动 那个时候你们希望把这个活动取消吗 因为他们已经签约给人家65万住了7天 我们原本是希望是把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到底为什么是什么时候把场地出界上 就希望学校把这个过程交代清楚 谁出界的台北市文化局的所谓的行政资源是怎么一回事 是不是文化局施压台湾大学 之类的 等等到现在都没有答案 是就是学校就说这是一直他们说他们是他们的行政疏失 然后一直道歉 但是都就是不愿意对这个事情的 然后具体的东西说 活动照办 因为我们看到宣传海报已经出来了 他是这个上海台北什么音乐节中国新歌声 而且原来是昨天下午开始 那是录影节目还是直播节目 就我们了解的话 它是一个纯粹的表演节目 就是一个有一点类似音乐会的形式 所以本来所有的活动是台大说行政书是要检讨之后 文化局派了文创科长来也没有回应 台北市政府柯文哲市长是你们的学长 你们有去问他吗 事实上这个那个时候在22号 22号在那个做一个协调会 我们请这个主办单位校方 还有这个文化局来的时候 这个体育室的主任也有特别提到说 就是因为台北市政府我们才大力协助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他有这样讲是吗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事实上我们不太能够接受了 所以他其实跟整个的过程 到底是合法还是你们事实上行政书 因为坦白说行政书是怎么可能这么严重 把一个礼拜的田径厂出借给他 是一个人的行政书是吗 这个的真相很奇怪 文化局我们希望台北市政府派人来 跟我们一起讨论跟台大学生会面 他们刚才回复我们说 他们文化局10点要开记者会 你们事先知道他们要开记者会吗 没有知道这个事 又被偷袭了 是我们并不知道 你们台大学生会被台北市政府偷袭了 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这个事情台北市的科市长要出面了 你不能够把他踢给属下 马上来进行下一波导论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在报纸上头条都说台湾大学见血 因为台湾大学的学生抗议他们的田径厂被租借出去 而且是一问四不知 那昨天台大学生到现场去抗议 这个由中国几乎就是一个统战的活动的一个电视节目 临时取消 可是呢 有同样是台湾人的老先生 拿着伸缩棍来痛打学生 其中台大历史系的同学是骨折住院 然后另外两位同学受伤回家 那今天早上台北市政府的文化局 跟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刘艳廷 刘艺廷跟其他人 我们希望他们到节目来 跟台大学生会的会长 跟航福利部长林艳廷跟何卫茨来对话 他们派不出人来 他们说他们十点钟会开记者会 好这件事情呢 台大学生会的会长林艳廷 刚才讲了非常清楚来龙去末 到现在为止 究竟台湾大学为什么要借这个场地办的活动 你们这你的资料 是这个是校方提供给我们的一个企划书 是上面很清楚在上面写 协办单位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是是对不对 而且上面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说 这个企划书原本的地名 因为现在网路上应该算是 疯传一张这个海报 上面写的是台北市台湾大学田径厂 但是原本的应该这个算是一个旧版的 海报上面只有写台湾大学田径厂 那所以是不是有做了一些更动 其实我们也是 这是网路上的 这个是人家传给我的 这个上面各位可以看到 网路上这张照片叫做台北市台湾大学田径厂 是 那这个台湾大学 当然我们还是会认为说 我们的全名并级叫做国立台湾大学 你们叫国立台湾大学 这个也是有一些同学非常算是生气的一个部分 像是昨天校方的主秘也是说非常愤怒 而且他这个名称叫做 2017中国新歌声上海台北音乐节 如果是在台北举办的时候 通常大家会说是台北上海音乐节 这就是我们请这个福利普长为此告诉我们 就是你们礼拜五开了记者会 结果一问四不止 然后校方也不给答案 市政府也不给答案 那昨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的同学为什么会被打 而且会打得那么惨 其实主要是在礼拜五开完记者会之后 校方还迟迟不愿出来回应 就是在校内 包含网路上 就是很多同学都表达很深切的不满 对然后在礼拜六晚上的时候 就有三到四位同学自发性的在网路上进行串联 就希望明天 就礼拜天的演唱会活动的时候 会动员去干扰这个演唱会的进行 对然后在昨天的时候是大约在三点 接近四点的时候 就是有学生那时候还没有到学生的机械时间 但是已经是有一些团体在那边 他们手上拿着票 但是他们没办法进去 因为他们手上是拿着台湾旗帜 就台独旗帜 对然后主办他们有票 但是主办单位不让他们进去 对所以他们就在出入口有发生一些推辑 对然后大概在接近四点之后 是有进就是把那个入口就冲破 因为本来是要票的 对然后冲破之后 那个入口就是已经是可以 大家都可以通行 他们主办单位没有再进行官职 然后学生的话是在四点半左右 集结完成之后 然后再以名气敌名喇叭的方式进入会场 学生是后面才进入会场 所以群众就是拿台湾旗的群众是两点钟进场 三点 三点多进场 在四点以前 跟你们学生之间是没有关系 那昨天我还看到有些人说 政治活动进入这个台大的校园 但是问题是本来这个活动 新歌声就已经有点政治活动了 毕竟校园是一个公开场合 然后我们也没办法说什么团体 因为其实昨天虽然有台独团体 但其实也是有很多的统派的团体 进场所以拿骑士的跟台大学生会 跟台大同学是没关系的 是当然就是台大同学 当然也有一些是会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 这个当然是我们都必须尊重 那主办单位是派什么人出来 跟台大同学们这个讨论 他们什么时候决定取消这个活动 过程如何 据了解是校方当时已经得知现场 已经有一些团体 就是比较可能会有混乱的情面 为了保护学生 校方主动提出要求 希望主办单位能够停止举办这样演唱会 那校方是谁呢 据了解应该是主任秘书 台大的 台大的校长 台湾大学主任秘书 这个就等于是代表校方行使 是因为校长目前不在国内 带领校长不在 对带领校长不在国内 所以是以主密作为昨天的一个最高发言 对但是主办单位一开始是不愿意终止的 他们还要继续举办 然后呢 对然后直到就是真的冲进去之后 站上舞台之后才被迫终止 所以是学生后来占领了舞台 然后他们才被迫终止了 那这个之后为什么学生又被打呢 之后大概在五六点那时候 其实主要的活动 我眼前上会都结束了 然后是在我们台大 靠近新生南路新体育馆的人行道上 就是有同学被殴打这样 同学被打 那为什么没有警察保护学生 我就是好奇怪 在现场学生抗议 或是外来的群众抗议的时候 现场有为安人员吗 因为当天其实 我们学生会在先前有发声明 就是我们不希望警察进入校园 就是在非必要的情况下 不能进入校园 由校内自己的驻警队进行安全维护的工作 对然后昨天被打的同学在报案之后 是据称是40分钟警察来到场 然后市警局的说法是 他们一开始以为这是校内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们不敢进去 对 但实际上是在校外 对是在人行道 校外的人行道 就是在田径厂的新生南路上吗 是 那他们怎么知道 这些台大同学怎么会被锁定呢 那些打人的人 现在看到黑衣人 那有网路上已经说 那是白狼的儿子 那个我是看到网 网路上有人说 PTT上有人这个看出来啊 那已经有人被警方给逮捕了吗 那这些同学是抗议活动之后 离开田径厂 走到新生南路 这的话可能就有一些同学 可能是刚好经过那边 然后也有可能一些是散场 就发现就是刚好那时候在那边 然后可能那时候有些冲突 有些同学上前去帮忙 或是去调节一些据疏分的时候 就场面就会有点失控 就真的被打 把打得流血 是这个会长 你们的了解是这个同学 骨折的同学生命安全还好吗 其实这个部分 昨天网路上有很多的影片 是完全就是直接拍摄下来 这个完整的画面 那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嫌犯是拿这个甩棍 就是一个伸缩的硬棍 然后攻击我们的同学这样子 那同学目前 就是从校方的一个声明里面 也有提出说是手指的部分 有这一个骨折 然后当然是有外伤 然后目前校方发布的声明 是三位同学受伤 那两位在昨天晚上就医之后 马上就回家了 一位做一些 留在医院里面的治疗 但目前的状况我们就并不清楚 那但是我们事实上了解说 应该是有不止三位的同学 遭受波及了 那可能是送医的是三位同学 那这个后来当然就是警方也开了记者会 那有人谴责说警方为什么那么晚才来 那这也是台北市政府要负起责任的 那到今天早上你们两位来上节目为止 台大的主任秘书 他们除了开对外说明之外 他们有跟台大学生会 有跟你们做任何的对话吗 或是台北市政府有跟各位对话 你们希望柯文哲市长做什么样的处理 跟什么样的这个态度的说明呢 是其实在昨天的下午傍晚 活动一终止之后 因为我们都在其实在校内 那我们所有包括学生会 以及抗议的同学 都掌握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就马上发布了一个声明 那有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声明是 今天是上班日了 那我们会我们有要求 校方应该要在今天下午五点之前 要召开一个公开的说明会 那包含邀集的所有有关的 主则的行政人员 都应该要出来为我们做说明 包含这个体育室的主任 组长 共同教育中心的主任 乃至于说主任秘书等等 所有关单位 这公开的说明 我们会要求说 不是只有学生会 学生代表大会 这种过去学生自治组织 就这样来讨论就结束了 事实上他要公开的 所有的台大同学 事实上都非常关注 这样子的一个学生权益的议题 那应该要公开来做讨论 甚至是媒体都要来提问 那余会的我们还要求说 包括台北市文化局 也应该要出面来说明 到底为什么会是 协办单位 居然是什么都不知道 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有所隐瞒 事实上我们非常好奇 那这个协办的过程当中 因为据我们了解 体育室原本在刚开始 获得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提案的时候 他是表示说拒绝了 因为陈若刚刚提到的 过去台大从来没有这样子 一个礼拜出界田径厂的案例 所以当然优先拒绝 而且事实上隔着新生南路 对面全部都是民居 那事实上过去只要在办记者会的时候 过去只要在办音乐会演唱会的时候 对面大学里的李明都一定会抗议 那所以台大刚开始是原则上不外界 那为什么后来外界 这过程里面是不是有出现 什么样的一个沟通跟讨论 还是真的是因为行政疏失 让原本不外界的场地变外界 我们都想要获得一个真正完整的说明 避免冲到覆辙 就是说台北市文化局 它是协办单位吗 那这个活动被证明是 上海跟台北双城论坛之后的后续活动 对不对 那你们大家都是9月19号看到公告 才知道发生这件事情 对就是主要是9月19号礼拜二 看到公告才发生 然后我们就有发一些声明 然后体育师主任姐姐有找我们 相关有关关注的同学 去跟我们解释 到底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 但他们的解释是说 他们在礼拜五 就是在9月 反正就是举办活动前的 在前一个礼拜五 应该是9月15号才 同意这个活动的举办 是吗 他们的说法是9月15号 他们才正式同意 但是我们看到刚刚的借用申请书是 8月8号就已经申请 8月9号主任就已经盖章 8月9号主任就盖章 但是主任却说是9月15号是上礼 上下礼拜五 所以你们的体育师主任 所以其实我们也完全不知道 前言不对后语啊 事实上我们从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官方网站 也可以明白的看到他们106年9月19号才发布 中国新歌声的活动资讯 那这个活动9月24号就要演出 换言之他说原本有3000位到4000位的入场 要索取入场券 我们是想一个行政单位 尤其是一个政府单位 他要举办活动 中间他3000张的入场券 只有5天的行政流程会发放 这个其实不合常理吧 所以这件事情台北市政府要说清楚 讲明白 按照台大 现在就说台大的 你们在这位体育室的主任叫做康正男 你们的怀疑应该是说 不太可能康正男敢做决定吗 或者是说做决定的时间 不可能是这么短 因为坦白说如果8月8号 跟8月9号就已经确定了场地租用的申请 那到9月19号之间 这段时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不公布活动讯息 台大校方 不跟台大师生 说明活动讯息 然后到9月19号才突袭 然后直接大型机去开进去 然后老师带学生去上体育课 发现不能上课 才发现这整件事情很荒谬 除了这个受教权之外 台大被沦为台北市的台湾大学 这一点恐怕台北市政府的 柯文哲市长也要说清楚吧 刚才这个林彦廷说他们被偷袭了 因为台北市文化局 10点钟要开记者会 那台大学生会 或者是台大方面是怎么说的呢 有什么样的一个平等的话语权呢 对不对 这点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两位 我们请到的是台大学生会的会长林彦廷 跟学生会的福利部长何韦慈 这一次台大学生会 他们在上个礼拜 礼拜五开了记者会 可是校方仍然把场地租给了一个叫做中国新歌声的 所谓上海台北的音乐节 这里面的海报把台湾大学写为台北市台湾大学 那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先生在双城论坛当中 到底承诺了什么 台北市政府到底做了哪些事 这个黑箱作业 我们正在等答案 我们今天请到台大学生会的会长林彦廷 跟学生会的福利部长何韦慈 两位来谈所谓中国新声音 在台大田径厂所办的这个2017年的上海台北音乐交流活动 最后怎么变成流血事件而统促会的人士呢 把台大学生打伤 他是在台大校园的外面 那台北市政府的警察局呢 他们其实曾经被要求不要进校园 你们也 你们有住校警察 住校警啊 对不对 那在外面被打的时候也很奇怪了 那我在PTT上看到 这个有人说那个是白狼的儿子 那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打台大学生 昨天呢 台北市大安分局也有开记者会啊 那已经抓到了这个射行人士 那个网络疯传的影片是很可怕 他拿着伸缩棍打学生 而且有一个人要拍照 他还说你拍你拍你拍 我打死你 什么自流的 好两位同学哦 好年轻啊 现在台北市政府跟你们的学校都昨天晚上发表了声明 但是燕婷他最真相有说清楚吗 你们今天希望科市长或者是台大的校长 代理校长出面来把真相做一个清楚的这个交代吗 是因为其实陈若刚刚提过 在昨天晚上我们马上就发布了一篇声明 在活动终止之后 我们说希望在今天的上班时间五点之前 至少要召开一个公开的说明会 让所有的我们关注这件事情的台大师生 在学生权益的部分我们至少要问到清楚 总不可能未来这种事情 因为此例一开 我们怎么知道后面会不会同样用 同样的理由跟借口 包括说已经跟老师协调好了 没关系我们场地就出界吧 这样子的一个理由 未来会不会持续造成学生权益的受损 我们非常担心这个部分 这是学校 所以这个是学校的部分一定要做出说明 那在我们的声明部分也有提到说 其实因为协办单位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坦白说则无其咎啦 那这个部分也要做完整的说明 尤其是刚刚有提到 在沟通协调的过程之中 台大一直跟我们表示说 他们原本也是说 希望能够维护同学上个权益 那中间过程 台北市文化局到底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 是到底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还是事实上他们知道一些什么 只是不愿意告诉我们 至少要给我们一个清楚的交代跟说明 然后其实这两天我们 这几天这一阵子 学校一直道歉 我们道歉真的听得太多 我们不希望再一直听到道歉 我们只是要这个事情的原位跟真相 不是学校 刚才雁廷跟那个魏慈 就是台大学会的会长 林雁廷跟我们福利部的部长何魏慈 你们说你们礼拜五开记者会 要求校方说清楚 校方第一时间曾经说 他们第一时间是回绝的 拒绝的 是这个是在礼拜四的时候 礼拜四 那他们也都有口头上也有说 其实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有出面 跟校方联系吗 是 就他们礼拜 礼拜四开协调会是 体育师主任 他从来都以为是文化局主办 那文化局派了文创科的科长 到你们记者会来 是 那文化局的局长 跟市政府的市长方面 到现在有跟你们沟通吗 昨天有同学都受伤了 流血了 是 那科市长是你们的学长啊 是 目前文化局最高 有跟学生真正进行沟通的 就只有到文创科的科长了 文化局的副局长 文化局 包括我们事实上知道说 昨天文化局的局长 好像也在现场 局长跟 当然就不用说市长了 都没有跟我们 当然也没有跟社会大众 因为事实上这件事情 是全台湾目前非常关注的 那目前是没有一个公开说明的 而且事实上我们是从 礼拜二发布 礼拜二发布声明 一直到礼拜五召开记者会 六日的这个过程里面 都没有任何的声明 对 但是学生昨天四点多钟 进去台大学生集体抗议 这是自发性的行动 不是学生会 这个是四五位同学 就是实在是他们 他们表示说他们看不下去 在网路上 以个人的身份 跟任何的组织 跟团体都没有关系 他们就发起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现场有多少同学去 就目前昨天的一个照片 其实不了解 但是至少有百人以上 这应该是台大至少近很 校史上其实很 四五年来 最大的一些 很少出现这样的事情 那拿着台湾旗的这些民众 跟你们是没关系的 对不对 这个话就是我们没办法去阻止他们了 我们也不能说只有学生能力吧 那事件到底是纯体育活动还是政治性的事件 我觉得校方在评估这个事件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是有 俗诗这么声音性高的事件 怎么会在校园中举办 你们的理解 很多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统战活动 那这个你们的感觉呢 我觉得如果像我们年轻人 其实要被统战 其实也没有到那么容易 但是 这样别好 是要来什么 在台大唱歌 然后唱给台大同学听吗 因为其实 我觉得还是要对柯市长喊话一下吧 彦庭 是这个当然其实 柯市长 一张言论 不代表本 我们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